本次在长沙举办的第22届全球华人杯 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 公计4500亿名羽球爱好者来参加 如此盛大的羽球盛世 也给本来阴雨绵绵的长沙带来了一丝活力 作为全球最大的羽毛球比赛 华人杯每年都在创造历史 近年在长沙也诞生了新的参赛人数世界纪录 4380人 下至20多岁的年轻运动员 上至90多岁的羽毛球爱好者共襄胜举 因为同一份对羽毛球的热情而聚在一起 似乎也印证着那句团结华人以求会友的口号 本次比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 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 和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单选手陈龙 以及世界冠军张南 他们的出现一下子就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李永波现身长沙华人杯现场 为本次华人杯至此开幕的同时 也收获了一份特殊的荣誉 那就是由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认证的 获得苏迪曼杯最多教练的实际纪录 这也充分肯定了李永波教练 对中国羽球做出的贡献 当然我很幸运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荣誉 作为吉尼斯基督的这个动物金的 带给我这么一个奖项 我特别的高兴 当然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我工作的肯定 也是所有羽毛球爱好者们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我会借此作为动力 能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能够做得更好 特别是在推动和这个羽毛主角运动当中 推动全民健身 我会敬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同时呢我也会跟我们中国羽毛主角运动 来一起去对更好的成果 此外看部市场还为此次参赛的 八十岁以上老人颁发了敬老鼓励奖 来自湖南的九十六岁老人吴炳言 和来自台湾的九十四岁老人林有茂 为代表领奖 其中吴炳言老人 也是本次比赛年龄最大的参赛选手 第一天主要是老年组的比赛 在众多参赛选手之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 她就是来自新西兰的 今年71岁的珍妮贝蒂女士 和她两位来自新加坡的男搭档 搭配参加了200岁组3V3混打比赛 虽然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 但三个人的默契 却丝毫没受年龄的影响 合理的分工 积极的补位 从他们的每个动作都能看出 那份对羽毛球的执着 在后老太太和他的朋友们 也欣然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大概是第六次参加这个华人杯比赛 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 首先在这次的华人杯 最大特点当然是说人数 这个是破世界纪录了 第二个特点 就是说我一天参加要比赛十场 这次她把同一个组类的比赛 就在当天打完 这个对我们的体力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天的比赛很快就结束了 老年组的队员们经历了一天的比赛 也是乐此不疲 可能对他们而言 比赛的胜负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能在羽球场上挥洒汗水 与老朋友分享这份健康和快乐 如果说第一天老年组的比赛 算是一道开胃小菜 那么公开组的比赛 则算是一道顶级大餐 许多有名气的专业选手 甚至也出现在华人杯的赛场 那么今年我也听讲 在我们湖南长沙 这个华人杯的人数 已经是历史上最多人数 打破这个杰利斯这个记录 首先这个我感觉到非常好 因为就说明这个羽毛球场市场 这个越来越壮大 另外呢这个热爱羽毛球的人 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这个为祝贺 这个本地的这个举办法 能够取得成功 专业退役选手 业余界翘楚 海外职业选手 纷纷加入到了公开组的争夺 当然之所以叫公开组 就是因为它不受任何年龄 身份限制 只要你有实力 都可以参加公开组的比赛 在众多参赛选手中 我们发现了今年在舞台贺岁杯中 获得MVP的欧阳南军 如果说在贺岁杯 帮助广西队获胜 它是一军突起 那么在本次华人杯上 它则展现出了异于选手 面对专业选手少有的自信 第一次参加华人杯 很高兴能参加这个赛事 因为之前已经听说过 这个赛事水平很高 然后能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跟更多的高手专业队的他们向他们学习 所以不管是从 从各方面吧都很高兴 然后参加这比赛多多学习 希望能够也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吧 小组赛第一场 欧阳南军的对手名叫秦正 秦正来自天津 失从李毛 面对这样一位来头不小的对手 欧阳南军开局不力 但随后他逐渐掌握了场上主动 大比分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最终欧阳南军小组赛 连胜两场进入淘汰赛 半决赛中他要面对的 又是一位李毛弟子 来自印尼的安德烈 欧阳南军开场显得有些紧张 失误较多 处于劣势 不过很快他就找回了状态 终局过后 比分已经领先了5分 这时安德烈加快了自身的节奏 连续追分 气势大涨 很快便追平 随后两人的比赛十分胶着 打至30平 但最后欧阳南军心急 出现失误 遗憾落败 止步四强 发挥是正常发挥 然后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一个是节奏 然后还有个关键球的处理 没有没有没有很好的人处理好 然后对方的话节奏空的比较多 他会尽量的就限制我 让我不会很舒服的进攻 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球 失误的有点可惜了 特别是最后一个那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 失误 还是比较觉得比较遗憾吧 但是这一场整体来说发挥还是 我觉得还还可以还不错 对手的话 我觉得他一个是节奏 场上的节奏 然后速度控制的比较好 他尽量会 会限制我 然后把我的节奏打乱 按让我按照他的速度去打 而不是说能让我很舒服的 按我自己的那种节奏去打 然后速度去走 所以的话一个是他的经验 然后节奏控制跟场上的速度这种 把握得很好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 这次赛事 除了业余界的翘楚 还吸引了许多明星的参与 许多世界冠军都受邀来到华人杯的现场 其中郑波和张亚文的混双 是一对双冠组合 他们参与华人杯 给华人杯的赛场增加了一道风景 有他们参与的比赛 场边总是会有许多的球迷 给他们加油主位 其实今年也是我第一次打华人杯 然后我觉得确实没想到 有这么大的规模 先是参与的人数非常多 而且现在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我想这个难度也不断地在加大 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好 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很多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华人杯的比赛 也是过来就是以球会友嘛 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这么多年也没有打比赛嘛 再过来大家一起玩我们 郑波与张亚文两人都会议许久 在球场上显得有些生疏 在赛场上的跑动能力不如以往 但两人的基本功十分扎实 而且大赛经验十分丰富 在赛场上球路的控制和对对手的限制 做得十分出色 郑波和张亚文的混双一路过关斩将 晋级之路上毫无险阻 半决赛中 郑波张亚文遭遇到了黄伯瑞和刘蒂江组合 开局 郑波和张亚文打得十分积极 早早确定了领先优势 比赛中绝过后已经领先了将近十分 黄伯瑞和刘蒂江面对郑波和张亚文的强势开局 就已经丧失了斗志 最终郑波和张亚文以31比20轻松拿到了决赛门票 郑波除了混双之外 还有参与男双的比赛 不过现在的男双普遍水平较高 速度较快 而且31分的比赛 没有较多的调整时间和缓冲的余地 加上郑波和队友的配合不够默契 失误较多 没能杀出宠围 而且在男双赛场上 就连现役国家队员流程的搭档康俊也遭遇滑铁卢 男双赛场上风云变化莫测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想要从男双中一路杀出 不仅仅需要实力的保证 还需要一定运气 男双比赛中 江珍和马林战胜对手邓孟佳和刘毅杀入决赛 另一半区则是田子杰和黄伯瑞 战胜莫明宁和张春伟 拿到决赛另外一张门票 这样一来 黄伯瑞虽然在混双中败给郑波和张亚文 却拿到了男双决赛的门票 总决赛中 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郑波和张亚文的混双 他们的对手是来自湖南湘潭雨鞋的 朱葱林和林源锐 开局郑波和张亚文掌控了比赛节奏 一路领先 你对于场上两名一名 但朱葱林和林源锐也表现不足 摇紧比分 胶着至14比17 好球 所以你看像这样站在 站得很好的时候的防守 这时郑波和张亚文展现出了世界冠军的防守 和超强的比赛节奏把控 而且两人主动积极的防守 使得朱葱林和林源锐拿不到好的进攻点 盲目的进攻导致自身站位出现漏洞 被郑波和张亚文抓住机会防守反击 比分拉开至28比15 郑波与张亚文很快 一31比16拿下冠军 发球高了 31比16 最终这场34岁以下公开 整场比赛 郑波和张亚文牢牢把握比赛节奏 没有给朱葱林和林源锐机会 展现出了自身世界冠军应有的水平 年轻选手 这次我们也打了好几对选手 都挺不错的 主要是一些经验 而且这次的他的比分毕竟还是少 所以在体力上他们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他们今天因为首先两个人是打单打的 因为我觉得还是像刚才杨生说的 年轻有速度 然后力量各方面还比我们要强 但是呢 就说可能在某些方面 可能小技术啊 包括出球的线路啊 等等都球种 做球的意识可能稍微还是欠缺一些 年轻嘛肯定是速度快能力强对 好的再次恭喜四位 男双比赛中田子杰和黄伯瑞开局占据主动 虽然江珍和马林撕摇比分 但节奏一直掌握在田子杰和黄伯瑞手中 最终田子杰和黄伯瑞以31比28折跪 江珍和马林虽然实力不足 腰紧比分 可惜没能找到突破点 始终没能反超比分 相对而言 田子杰和黄伯瑞的比赛节奏掌握更胜一筹 在反超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能还没有马上改变我们的 就是战术这样 只是在后面2727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小球方面就有在加速 就是变成换我们在压制他们 所以后面的分数就有一点拉开这样 接下来我宣布获得第二十二届 全球华人羽毛球形腰赛公开组 男双项目冠军的是田子杰黄伯瑞 恭喜二位 恭喜你们 男子单打比赛则是由击败了欧阳南军的 安德烈和混双男单 均闪入决赛的林源锐之间展开 林源锐在混双决赛之后 经过短暂休息 再次站上了决赛赛场 不过很明显 他的体能和精力恢复的并不好 安德烈也十分机智地采用拉掉战术 消耗林源锐的体力 在多拍中找寻机会进攻 无疑他的战术是正确的 很快便以31比16轻松拿下 成功摘得男单冠军 31比16 恭喜 那接下来我宣布获得 2015第22届全球华人羽毛球 锦标赛公开赛 男单项目的冠军 他就是安德烈 恭喜你 在正式比赛结束后 主办方还精心设计了众多互动环节 邀请到了包括赵建华 杨阳 唐九红在内的十多名羽球明星参与 众多世界冠军同场经济 也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 同时为了炒热现场气氛 还设立了游戏奖赏制度 赢得比赛的队伍将以权力 向观众粉丝派发奖品 而输的一方只能接受绕口令的惩罚 第一局比赛由唐九红和郑波 对阵赵建华和黄华 跨时代的羽球明星们通台竞技 一度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虽然比赛过程比较轻松 但对于球品而言 能看到昔日偶像在羽球场上继续发挥云热 可能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最终 赵建华领衔的袁梦队 以一分微弱优势赢得了向粉丝 发送礼物的机会 而输掉比赛的郑波唐九红 也欣然接受惩罚 赢得现场一片欢笑和掌声 第二场比赛规则设计比较特殊 双方必须牵手打球 这可难为了场上的世界冠军们 龚瑞纳于黄碎对阵羊阳和赖彩琴 很明显比赛一开始双方都没能找到比赛诀窍 连连失误 但比赛后半段 杨阳和赖彩琴充分发挥左右手优势取得领先 但几个球下来 龚瑞纳与黄碎在场上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最终战胜了赖彩琴与杨阳的牵手组合 将礼品送给了热情加油的现场观众 去位赛最后一场比赛 由主办方挑选的新品粉丝和偶像冠军 组成临时的混双队伍 世界女单冠军龚志超 带领着21岁的羽球爱好者彭泽成 挑战王鹏仁和其幸运粉丝金叶云 双方比赛一度胶着 幸运粉丝为了偶像也拼尽了全力 最后龚志超彭泽成的混双组合 以两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 就在欢声笑语中 这次华人杯也结束了所有的比赛 在随后的晚宴中 组委会也宣布了下一届华人杯举办地点 广西桂林 为此次在长沙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全球华人杯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